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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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就是这看似平凡的点点滴滴 铸就了董文才并不平凡的郡旅人生 2016年11月 湖北京门 他曾是董文才生前最为牵挂的一条船 这个船就是董教授所做的气泡船 做完这轮实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应用到石船上面去了 效果非常好 目前在模型时间上效果非常好 如果董教授知道这个消息的话 我想他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非常的欣慰 完成董文才未经的事业 是学生们一直以来的心愿 因为他们知道董老师为了这一刻 已经等待了十年之久 十年数万次模型试验 他见证了董文才生命中 最为忙碌的一段时光 董老师他们有这个很多的水面舰艇 水面舰船的这个水动性能试验 是经常到我们这来做 他们做事是非常能吃苦 经常干到深更半夜 有时就在我们办公室里 睡一两个小时 第二天接着再干 张家旭和董文才合作了几二十年 一起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对于老朋友的离世 他充满了悲伤和遗憾 如今传谋事业仍在向前推进 唯独缺少了董文才的身影 1989年9月 董文才从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毕业 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 包括了海军工程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毕业后他留校任教 又攻读了博士学位 师从建传专家郭日修 一心一意做学问 一心一意教书培育人才 所以他理想信念很坚定 淡破名利 干错能反弹 2009年 某研究所研制的深微型船型 因杭素不达标 可能无法按期列状 董文才得知消息后 主动请英接受了这一项目 时间只有三个月 经费只有一百余万元 董文才先后设计了九条模型船 修改了十一个方案 对上千条数据曲线逐一进行对比 由于时间紧迫 董文才将研究人员分成三半 试验水池开足马力 超负荷运转 一份水池设计 其中有个水池 常态化的实验 就是一天拖四趟车 上午两趟 下午两趟 然后就要做数据分析 分析完了第二天再做 然后我们因为这个项目要求比较紧 24小时不停坐 我们最多的时候 一天拖了63趟 连续43个周一 董文才在百米长的水池中 完成了1500多次实验 这个位置呢 现在是一个摄像头 董教授来做 经常来做实验的时候呢 这个位置实际上是一个吊栏 是镂空的 因为它距离这个模型的位置呢 是最近的 拖车的速度呢 快起来可以达到20多米每秒 那么人坐在里头呢 经常要穿着大衣 裹着大衣 感觉呢 就像大冬天坐的那个敞篷的卡车 迎风行进的那个感觉 在这1500多次实验里 董文才在吊栏的时间 占到了三分之二以上 然而 就在实验紧张进行时 意外发生了 坐到半夜三点 就突然就电就没了 就拖车的那个电 动力电没了 哗的下半天 拖车就哗了 因为这个拖车是比较 怕突然断电的 当时钢丝就拖了 拖完以后呢 整个船 它就像那样失控了 然后 船整个就横过来 横过来 我们船的这个墙后面 这两个档杆 整个全都 全都搞断了 当时人都傻了 一时间高速运转的 拖车试验 陷入了停滞 拖车的钢轨 需要维护 建船模型 需要修复 此时 距离最后验收期限 已经不足两个月 巨大的压力 向着董文才袭来 根本就没有退路 你前面拿你模型 拿你的计算 你再怎么说明 没人相信 最后就只石船 跑的那一锤子买卖 跑成了 那就是跑不成 全砸了 第二天 董文才搭计精神 参加抢修 重新投入到 紧张的誓言中 成果验收时 他如期交出了 解决方案 这项技术最终 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 一等奖 此后董文才的 工作状态 渐入夹境 他承担了 十余门课程的 教训任务 三十余项 国家和军队科研项目 还指导了 九名研究生 三十个项目 是齐头平均 专门画了一些表 一直很有着急 就没有什么事 能拦住他 就是不怕挑战 怕不挑战 2013年7月到10月 董文才 一直冒着 三十多摄氏度的高温 在武汉北郊 木南湖 进行外场试验 期间 董文才多次出现 低烧 呕吐等症状 却一直以为 是高温中暑所致 直到试验结束后 他才在妻子的催促下 赶到医院 做了检查 已经很晚了 已经癌症晚期 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 所以说话 知道这个消息 不是一点好消息 尽管再给治 因为家里受不了 家里受不了 我夫人 我这里的讲话 说你哭可以 你别跟我超过12个小时 所以他做到了 他超过12个小时 他不会哭了 但我也用了8个小时 来停静 只有8个小时 这话可以 当天下午 董文才竟还给自己 安排了出差任务 他事业永远都高于 他的生命 他命都不要都可以 只是我要把我手上的事情 所有的事情 都要全部都要处理完 我不能留下一点点遗憾 最终董文才还是按照原计划 登上了前往打电的飞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军女人生正在播出 董文才此生献身男 2013年10月 董文才45岁 当时他主持的科研项目 正处在弓箭的关键阶段 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 气层减阻技术研究成果 正准备出版 他带着9名研究生 霍聪 邓雷等的学业 才刚刚起步 可是抑制肺癌诊断书 却宣告说 董文才的生命只剩下了 不到4个月 残酷的现实让他难以接受 在日记当中他写道 向天再借15年 从那天起 董文才开始了 与病魔的拉锯战 何事 什么事 说的刚才说的 陪我的花 我陪小的时候 我一人的老婆就会 怎么骗人呀 还要怕到哪里 我听到哪里 就是谁 老师吧 才说的我说 我说我不可能 跟他们说的嘛 好来你再说一遍 就是谁 老师 老师到哪里喝 找到哪里 我去说哪里 好 记得啊 好 你提三千 三千二十一号 嗯 这段录音是董文才 在患病前 因为屡次失约给妻子周慧的承诺 董文才在写下 享天赛 他借十五年的愿望后 似乎真的忘记了自己是一个重症病人 他当时他不是跟我说了这个六十年的承诺嘛 他说那我就陪你爬那个五月之尊 泰山嘛 他在状态那么差的情况下 他开完会的时候 他赶过来 半路 就是在泰安的脚下跟我会合 爬泰山 就是呢 我们当天去当天回了 没有在那里逗留 亲人已逝 但回忆起陪伴董文才的每一个细节 周慧依然历历在目 2013年10月的一天 董文才向妻子吐露了心中的想法 这里该干嘛干嘛 该怎么这么丁 我就是晚上活的小 这里是这么一个情况 我感觉还好 不是什么一种 他说你让我 如果不工作的话 我心情会很糟糕 他说我要是心情不好的话 那就影响我的那个 他说你 你只有一点 你让我去工作 董文才的坚持 让妻子不得不做出让步 周慧为了照顾他 辞去了工作 买了一辆车 专门送他往返医院和试验厂 为此 董文才还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 当时那个车子买了以后 他就跟我说你要满足我一点点 他就是那个牌号 他说必须写863 后来我就跟他看完 我说哪有863 我说这个号如果被别人抢了 或怎么样呢 不行 结果我后来满足他这个心愿 最后我这个牌 车牌号都是863 不能不让他工作 不能不让他出差 要是把他封闭到一个环境 让他纯养病 他是弄不治了 外场试验期间 董文才除了定期吃药外 没有接受任何特殊的照顾 很多时候 他还坚持独自驾驶工作艇 去记录第一手数据 只有妻子知道 董文才回到家里 才会显露出最真实的状态 整晚整晚睡不着 是剧烈咳嗽 我们那个床 这个后面的那个 当时这个海绵的那个床 那个嘛 那个垫子后面都被他压塌了 相当于是 他整晚整晚靠着嘛 然后自己整晚整晚那种睡不着 然后又怕吵到邻居 基本上都是坐着在 翻来覆去 这样的一个个不免之夜 董文才研读了所有与肺癌有关的治疗方案 他可以看懂医学报告 可以和医生探讨如何用药 他在想尽一切办法 极力维持身体的最佳状态 稍微好转一点的时候 就很高兴 很高兴什么呢 把我们叫回来说 你看这个指标 因为我们那些指标 我也看不懂 你看这些指标 这个明天好转了 现在医生是允许我干点活了 所以干点活实际上就是继续做项目 2013年到2015年期间 董文才出差17次 参与外场试验200多天 这期间 医院先后三次下达并未通知数 可他都疑似似奇迹般的 与死神擦肩而过 直到2015年10月9日 董文才不得不再次住进了医院 在病床上 董文才只要意识稍以清醒 就会在病床上加一张桌子 给硕士生逐字逐句的修改论文 这是邓磊的一个硕士论文 这个文章是我看着 董老师在病床前 跟邓磊修改的 然后是几亿七稿 最后邓磊走的那一天 一清早八点多钟 他敲开家里的门 他一进来就扑通一下 就跪在地上 就磕了三个响头 什么话都没有说 就把这篇文章 放在那个老师的影像前 密留之际 董文才已经说不出话来 他留给妻子的主徒 只有短短的四个字 这是他唯一留给我的四个字 就是别哭 没事 都好好的活着 就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他对工作确实是没有遗憾 他说他该完成的呀 该怎么样的 他都完成了 2016年新年刚过 董文才匆匆地走了 按照董文才生前医院 他被安葬在 黎木兰湖试验场 仅四公里的地方 董文才去世一周后 周慧发现 家里的水电煤气等费用 已经充值到了2020年 这一发现让周慧悲伤不已 他含着眼泪 写下来对丈夫的思念 你未经的事业 你的学生在努力完成 你的办公室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定期有人在打扫 你的手机号没有停机 我经常用你的手机 给自己发短信 等电话 深夜时 我会在你的影像前 我陪你静静地坐一会儿 有时想 你只是如平常的某一天 拖着行李箱出差了 或者某一个深夜 悄悄地回来 虽然我明白 从跟着我们之间是永世的诀别 已经是两个时空 但我相信深夜的人从来没有走远 如今周慧的生活已经趋于平静 对于他来说 生活还将继续 而董文才生前培养的十一名博士 十六名硕士 怕着舰船研究事业 也正在学生们的努力下 继续发展着 从董文才被查出癌症晚期 到他离世只有短短的两年零三个月 可在此期间 他却用乐观开朗的态度 增加了自己生命的厚度 董文才病逝之后 人们从他报考海军工程大学研究生的志愿书上 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 我向往但不坚信的科研生活 我尊重所有为我国科研事业 做出贡献的人们 希望有一日 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员 这应该就是董文才 对自己军旅生涯最真实的注解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想要了解更多的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 网址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 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 在近乎失明的情况下 还为火箭大建起通天塔的工程师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美丽热林暗藏重重杀机 是什么力量支撑她披荆斩棘 吐槽意外 双眼近乎失明 是什么信念 引导她继续前行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周湘湖 一岛上的萧香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